大家好,我是Gumben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平常會帶出門的露營用品 SOTO的ST326 折疊式卡式爐 那因為這個爐子 真的是很輕鬆,就被折疊了 然後這個 其實我發現它有一些問題在 所以我嘗試了購買一些 PayPay 來去改進它 第一個它就是 點火的時候真的是不太好點火 然後加上它的 穩定性不是很好 它的爐架有穩定性 所以我去買了 去我路上買了這四個 支架 那它上面是寫 鈦金屬 鈦金屬的支架比較不會傾倒 那看起來這個結構也是蠻 堅固的 我先來試試看一下 組裝好這樣 放下去其實 看起來是蠻平穩的 那還有一個 這個是它的 鈦金屬的 折疊板 折疊桌 它是把它這樣組裝 就變成一個桌子可以 可以使用 那 雖然說它是 說是鈦金屬 我覺得它的重量 也還好 我們剛好這裡有一個 電子秤 我來測測看它到底有多重 我最主要是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 它這個是 防風板 我先把這個拆下來 它這個有方向性 為什麼我會去買這一個東西呢 就是因為 平時那個 我在使用這個 它點火 它點火不太容易 所以我才買這個 我看網路上它寫的理論是因為 它的瓦斯聚集 很容易散掉 所以 所以增加這個防風板 第一個它可以抗風 第二個 它可以把瓦斯保留在這個區塊 現在我們已經裝好了 這邊插件一下這個 我覺得這個桌板 看起來好像 不適用 插上去之後 可以幫 換一些爐具啊什麼的 也蠻堅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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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不是針對於ST320 它對於310那種 直接用那個高 高山瓦斯爐直接鎖上去的那種 弓頂爐也可以很好 也可以使用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先來嘗試用 沒有用擋風板 直接來做點火的 動作 這樣點不起來 那我們再加上這個 點了兩下 然後再重新疊這 還是有點不太好疊 那現在我們來 加入這一個 防風板 我覺得它這個理論 應該是有效的 一樣我們把它放上去 先開小 小一點的瓦斯 讓它聚集一下 然後再按一下 也是點了兩下 不過我覺得 整體來講的話 有加這個 倒風 防風板 確實有比較好點 最後我們來為 這三樣改進的商品 來做一個總結 第一個就是這個防風板 我覺得這個防風板看起來 是真的比較美觀 那它 在 這個卡式爐的上面的時候 也有多一份 支撐的力量 那 實際上防風的效果 我們還沒有到外面 去測試 那下一集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新增到這個 清單裡面 第二個就是這個 羅具架 羅具架看起來真的是 比較美觀 上面 直接放上去的話 確實是有比原廠還 還要那個穩固 那這個建議 也是可以購買的 第三個 這個是我最推薦的 其實這個 這個板子我原本沒有想要買的 那因為 一起合併運費的話 其實 蠻划算的 好那它 確實是 我善利用 瓦斯罐上方的空間 那 就是我對這三樣改進商品的 一個評論 那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繼續訂閱 謝謝 請 Spiritual 雛 進 雛 雛 雛